平平无奇 重规重矩 毫无亮点 没有章法 这些评价恐怕是许多人看到史蒂芬·萧尔照片的第一感觉 但是当你真正进入摄影的学习 你就会发现史蒂芬·萧尔是一个完全绕不开的人物 无论是他早年和安迪·沃霍尔的合作 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摄影运动 如新彩色、新地形学 甚至当下的手机摄影 都有萧尔的参与 我常跟人开玩笑说 知不知道史蒂芬·萧尔就可以区分一个人 到底是属于大众摄影还是艺术摄影 而能不能理解萧尔的创作 则直接关系到对摄影本质的把握 今天就请跟随我的讲述 重点分析萧尔的经典之作 不寻常之地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些寻常的景象 到底有何不寻常之处 我们首先不谈萧尔的生平和主要作品 而是直接从刚才那些照片出发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照片平平无奇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照片都有一种期待 一种范式 比如普罗大众会认为一张构图恰当 曝光正常 色彩得当 内容稍微具有一些奇观性质的照片 就是一张好照片 比如现在的这些照片 就属于这样的评价体系 说白了呢 就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见不到的 被你拍出来了 还觉得挺好看的 那就是一张好照片 但是这种评价体系 只是众多摄影评下体系中的一种 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初级的 然而这样的观看方式 却禁锢了我们欣赏大千世界各种照片的可能性 我在这里打个比方 就好比你去一个地方 有很多种选择 走路 骑车 坐火车 坐飞机 那种贪图寻找画面奇观的看法 有点像坐飞机 过程很快 爽一下就完事了 可是问问这一路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好像啥也没有 评价体系只是众多禁锢 我们观看想象力的范式之一 就连我们最最忠实的眼睛 甚至我们这句只能存活不过百年的肉身 都禁锢了我们观看这个世界 包括夏尔在内 很多摄影艺术家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比如爱德华韦斯顿 他在1930年拍下这张流传至今的青胶 韦斯顿说 同人类的眼睛相比 照相机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人们为什么不利用它呢 随后 他用8×10英寸的大画幅相机 将镜头光圈缩小到F64 制造出极大景深的长时间曝光 拍摄出人眼所看不到的 蕴含6分钟变化的青胶 1990年 山本博斯同样拿出大画幅相机 而此刻他选择将镜头对准大海 他认为陆地会变化 河流会改道 人类会迁移 唯独大海是自这个世界诞生以来始终没有变化的 换言之 我们唯一能看到的超越我们肉体存在时间的事物 就是大海 而相比刚才两位 史蒂芬·夏尔在这条路上 其实探索的更多 因为他要挑战的 不是时间 而是透视 透视 无论你是否学过美术 都会知道最基本的关于透视的法则 那就是静大缘小 但是 你是否知道 就这么显而易见的道理 在文艺复兴之前的绘画中 却根本不会体现 在中世纪时期 艺术完全为宗教而服 人们必须绝对服从教会 服从上帝 而没有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主体性 因此 文艺复兴要做的事情 就是强调人的解放 人的能力 其他的艺术门类 我们暂时先不说 单说绘画 请问 在绘画中 如何体现人的能力 人的主体性呢 答案就是 用人自己的眼睛 去看这个世界 然后再把看到的世界 如实地描绘下来 当时 意大利建筑师 布鲁内·莱斯基 首先发明了透视法 随后 阿尔贝蒂在论绘画中提出 用几何的方法 计算出 如何在二维平面上 绘制远处物体的透视线 接着 画家马萨乔 以及我们最熟知的达芬奇 在绘画中 完美地使用了透视法 他们抛弃了 之前中世纪那种平面化的画法 而是强调 由透视造成的真实感 也就是让绘画 成为现实的再现 让人拥有可以通过自己的肉眼 观察后 再描绘现实的能力 文艺复兴以来 人的主体性成为西方社会思想中 直到今天仍然在讨论的问题 而与之一起而来的透视法 则在美术领域统治了数百年 所有美术专业的同学的基础练习 就是熟悉透视 明白透视 才能画出符合人眼看到的事物 然而 学摄影的同学 根本不需要理解透视 因为我们随随便便拍一张照片 就是符合透视的 以至于我们陷入了照相机制造的巨大的陷阱中 那就是我们乖乖的听命于照相机 拍出那些我们人眼奇异为常的事物 换句话说 我们拍照只不过是复制了我们看到的世界而已 萧尔不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而且也看到绘画那边 其实已经在反对透视了 比如莫奈 希尼克 马蒂斯 毕加索 更不用说康定斯基 蒙德里安这些人了 说起来 萧尔其实恰恰因为摄影在1839年被发明出来以后 才解放了绘画 让绘画从描绘世界这个重任中脱离出来 进而发展到了更抽象的探索艺术家内心的任务中去 萧尔看到 隔壁美术渐渐用自己的视觉范式 形成了自己的视觉语言 她觉得摄影也可以 摄影也没有必要 拘泥于完全复制人眼看到的现实 于是 她主动挑起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1970年 也就是距今50年前 她背着她的大画幅相机开始了在美国的公路旅行 用全新的摄影样式重新定义摄影 不像之前的美国表象 那一次她要解决的是波普艺术如何运用在摄影中 当时她的对手是大众文化 或者说是美国当时流行的消费主义 而这一次她要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 是所有人类与生俱来的视觉习惯 也就是透视 我们来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做的 所谓知己知彼 要打败透视这个对手 首先要明确她到底是什么 按照达芬奇等人的研究 所谓透视就是研究物体 是如何随着与观看者之间距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 具体来说就是线性透视 色彩透视和清晰度透视 萧尔的第一个对手 线性透视 线性透视说的是 在三维的空间中的两条平行线 在二维世界的投影必相较于一点 这个点就叫做消失点 或者说叫灭点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去拍一条马路 因为近大远小 画面中所有的事物都往后收缩变小 原本两条三维世界中平行的线 最终就会交汇到一点上 要打败线性透视 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灭点 也就是消失点的问题 一般的图片或者照片 都会有一到三个消失点 有些甚至有五个 那怎样才能消灭消失点呢 我发现萧尔用了两种办法 一是通过大画幅相机的移轴功能 把原本画面中本该集中于一点的线条 变成真正的平行线 你看这些照片是不是就这样做到了呢 二是寻找街角 而不是纵身的马路进行拍摄 你看它有许多照片 都是在路口街角拍摄的 交错的线条 让我们没法意识到消失点的位置 而当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消灭消失点 萧尔干脆顺其道而行之 增加画面中的线条 刻意加强视觉引导的感觉 让它们最终都指向消失点 这还不是最牛的 最精妙之处在于 传统绘画或者摄影中 消失点所在的地方 或者所有线条引导之处 都是画面的重点 而萧尔的这些照片里 所有线条汇聚的消失点 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地方 这就是它所要表达的 既然消灭不掉消失点 我就让它现身 再让它的存在变得没有意义 第二个对手 色彩透视 由于大气的作用 同一个颜色会随着我们的距离不同 而产生变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去爬山 近处的山栏上的树木颜色 和远处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一般我们会认为 近处色彩对比强 固有色强 比较暖 远处色彩对比减弱 固有色变弱 趋向于灰色调 一般呈现青色 蓝色 紫色的冷灰色调 所以在绘画时 也会刻意遵循这样的色彩透视 但是夏尔偏不要这样 所以它往往会选择大晴天去拍照 比如大中午 避免传统摄影中希望的 黄金小时 蓝色小时 甚至会选择刚刚下完雨的阴天 这么做的目的 也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大气的干扰 再加上大画幅相机和小光圈 制造无限远的景深清晰范围 让远处的物体颜色 也基本保持不变 第三个对手 清晰度透视 也被称为影墨透视 越远的景物轮廓越会模糊 它的固有色 越会柔和到背景色之中 学摄影的同学一定明白 这不就是大光圈虚化吗 是的没错 可是在相机发明之前 人们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直到达芬奇在他著名的 蒙娜丽莎中 使用了影墨透视 也叫剑影法 让画面从人的清晰的面部 慢慢慢慢过渡到最终模糊的背景中去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达芬奇是第一个 使用大光圈虚化拍人的画家 而在他之前呢 几乎所有的绘画都是印得不得了 没有清晰度的过渡 要打败清晰度透视 其实也很简单 照相机既然可以轻易的制造虚化效果 那也可以简单的把它去掉 那就是使用小光圈 让清晰度的范围增大 好了 自此 透视的三大对手都已经被萧尔一一打败了 而这本不寻常之地呢 可以认为是他的武功秘笈 所有的口诀 招式 方法 都藏在这里了 当然 请你也不要拿着萧尔的每一张照片 挨个去找 有没有这几个对手的存在 单张照片可解决不了那么多的问题 否则他干嘛要整整拍一本画册出来呢 每一张照片 能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已经很不错了 再说 他还有其他的对手要去解决 比如颜色 不过呢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暂且不谈了 刚才我提到的那些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见招拆招 夏尔用每一个独立的招式 对付每一个场景中出现的视觉挑战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有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可以归纳他的这套方法和理念呢 还真有 史蒂芬夏尔在2011年 在光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形式和张力的文章 大家知道 摄影家往往都是惜字如今的 哪像我这样苦口薄心 给你们唠叨半天 就怕你们看不懂的呢 所以啊 有的时候我就挺矛盾的 说太多呢 就说我在过度解读 我不说吧 你又看不懂 真是非常困难啊 非常难 OK 吐槽结束啊 像我之前在视频里提到过的 维诺格兰德 从来不解释自己拍了什么 而是让你自己去理解 因此啊 夏尔那么慎重地写下这篇文章 肯定有它的意义 这篇文章的英文原版和中文翻译 我都做好了 在视频下方的链接中 大家可以自行地去下载 研读和学习 在他的这篇文章里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摄影不应该提倡构图 而应该寻找一种结构 夏尔这里强调的结构 不是取代构图的方法 而是一种全新的观看的方法 换言之 与结构这个词对应的 不应该是构图 而是透视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遍 与结构这个词对应的 不应该是构图 而是透视 网上有许多分析 夏尔这篇文章的解读 但我觉得都没有切中要害 如果你光看那篇文章 没有我刚才铺垫那么久的话 也很难理解它的完整的含义 我也是反复看了好几遍 才明白它到底在说什么 因为夏尔很坏的地方 就是它在文章里面 从来没有提到过透视这两个字 一直在顾左右而言它 其实夏尔想说的是 我们摄影要从结构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从透视的角度出发 结构是透明的 就像透视一样也是透明的 我们不会事先在大脑里 构想一个什么消失点 视频线 因为我们看到的世界 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而摄影要做的 就是寻找同样透明的 看不见的结构 而摄影的结构 和人眼的透视不一样 到底哪里不一样 我刚才说的 和这本书里拍的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 说了那么多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解释 刚才开篇提到的那些照片了 我就单独讲这一张最经典的吧 想必也是困扰许多同学的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加油站 广告牌 汽车 这些非常具有时代符号属性的元素 因为有些人把这张照片理解为 美国汽车工业时代的纪念碑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现在只看画面的形式 之所以要拿这张出来单讲 是因为这张照片 虾尔要解决的 不是之前我们提到的线性透视 色彩透视和清晰度透视 而是人的观看习惯 我们的人眼在观看的时候 其实只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聚焦 可以理解为一个圆 在这个区域以外的部分 我们的大脑会自动的帮我们 看一个大概的样子 而之所以我们能看清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 不断的来回移动 不断的在大脑中叠加 前一秒看到的画面 于是就出现了整幅画面 这又解释了 为什么大光圈摄影 非常受人喜欢的原因了 因为那会让我们的眼睛 感到很舒服 不用跳来跳去的 只要看清楚对焦的地方就行了 夏尔在这里 就要挑战这种视觉习惯 他要强迫你的眼睛 在多到近乎混乱的元素之间 不断的来回运动 去寻找元素和元素之间的视觉间隙 让你去体会一个三维空间 压缩成二维平面以后 在没有传统的 本该具有的视觉中心 引导线 消失点等等之后 画面秩序感又该是如何建立的 古典主义绘画 包括传统摄影 都强调画面的视觉中心 就是总归有一个地方 是这张图 这幅画最重要的地方 比如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 视觉中心就在手上 再比如布列松的照片 我们不用说 都能明白视觉中心在哪儿 但是 萧尔是去中心化的 不是多中心 而是压根没有中心 又或者说 哪儿都是中心 好了 如果听到这里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呢 那我只能这么说 如果你还是看不明白 那是因为 你还停留在传统的 绘画透视的视觉审美范式中 而萧尔呢 早就把你抛弃了 他进入的是 照相机制造的 摄影视觉审美范式 也就是结构 这个方法和范式里去了 当然 话说回来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用整得那么玄乎 其实这张照片 包括这本书里的所有照片 第一眼 如果没感觉 你就多看一会儿 绝对会有感觉 而且会越看越喜欢 因为切换观看方法 需要时间 可是一旦跨进了这个门 恭喜你 你对摄影就有了质的飞跃 好 本来呢 讲到这里就差不多该结束了 但是啊 我猜可能会有些同学说 这么拍没什么了不起的 给我一台大画幅相机 或者一台单反加一个移轴镜头 甚至啊 我用手机后期矫正一下 我也能拍出这样的照片 我们先不说大画幅相机 你会不会操作这件事 单说用照相机改变人眼透视这件事情 我觉得啊 就没有几个人能够意识到 因为绝大部分摄影师啊 都是被照相机利用 我们都局限在相机给我们提供的视角里 被困在光圈快门的组合里 更不要提距今50年前 夏尔就能反过来让照相机为他所用了 所有艺术的创作 记住的都是第一个人 现在我们当然习惯用各种方式去改变透视 那是因为夏尔这些前辈们已经帮我们开拓了 我们坐享前人的成果 还看不起前人的努力 那实在是不应该 好的 看样子啊 今天可能又说多了 好吧 不知道说了这么多呢 对你更好的理解 不寻常之地 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我自认为今天的视频 绝对够良心 够干货 够大家 一键三连了吧 好的 了解摄影文化 掌握摄影知识 请继续关注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